光复乡公所全力配合 圆明会推动一部落与聚会所的目标 其中阿鲁龙部落聚会所新办事业计划 在今年的三月初 顺利地获得了圆明会和华林县政府的合定之后 在四号上午乡长林清水 特别带领了原型客长江彩霞 就聚会所用地租用事宜 亲自拜会了台塘花东区处长张兆明 讨论意见的交换 最后双方也取得了共识 提报争取将近一年左右 光复乡公所阿鲁龙部落聚会所新办事业计划 上周顺利获得中央县府核定 现在就部落聚会所预定地租用签约等作业 乡长林清水率领公所行员客长江彩霞 亲自登门拜会台塘花东区处 受到处长张兆明的热情接待 针对商工所计划 足用台塘土地辟建阿鲁龙部落聚会所台塘也全力支持 也愿意配合后续包括土地地幕变更 签约租地等事宜 卸助部落头目与族人圆梦 那台塘这边会积极地配合地方的一个土地的使用 那在后续的相关的农产品的一个活动 还是市级的办理 那我们堂场这边台塘这边也会积极地来协助 公所对于怎么去繁荣地方 那这一个部分在堂场这边是会不遗余力的 全力的去支持 光复乡公所按部就班 逐步推动辟建阿鲁龙部落聚会所计划 尤其最首要解决的土地问题 在台塘华东区处全力支持下 整个聚会所辟建计划工作也向前跨一大步 所以我们来跟我们华党的张处长来讨论 准备有哪些进行步骤 因为我们想说在月底把这些前面的步骤先做好了 然后我们就要提发动基金 希望在尽快我们阿鲁龙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机会所 因为这个机会所大家期盼已经很多年了 经过两年多才把新办计划室完成 真的很辛苦了 我们希望尽快把事情做好 谢谢当场一直配合我们 不管分割也好 土地分割也好 还是住人也好 合约都是很配合我们 为全台原住民最大聚落的光复乡 全力配合圆明会推动一部落与聚会所的目标 现在阿鲁龙部落聚会所新办事业计划核准 聚会所预定地也获得台塘华东区处的支持共识 乡长林清水表示 现在就等提报争取花东基金吹东风 希望今年年底能有好消息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等增长林清水 adding 收记者usalyl ぜ讯